好 如何在Made Journey里进行角色设计啊 前段时间我曾发过一个用Stable Diffusion做角色设计的视频 包括在早些 大概在半年前 我也曾发过用Made Journey做角色设计的视频 不过那个用Made Journey做角色设计的视频太过简单啊 那我们都知道Made Journey的优势就是出图质量很高 而且在上个月Made Journey也推出了这个局部重绘的功能 于是在10月5号的时候 就有大神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如何用Made Journey局部重绘 做角色设计的图文版的教程 不得不说这个思路还是挺新奇的 那我们还是那句话 眼看千次不如手过一次 那这一期呢 我们就来实操一下这个大神的思路 看能否做出类似的效果 包括在这个思路测试完成之后呢 我也根据他这个思路又做了一下拓展和优化 在视频后期呢 我也会演示我自己拓展的思路的做法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啊 先来操作一下 我们先简单的过一下这个流程 好 对我们一会的操作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那这套思路的核心呢 是先让Made Journey画出一张包含两幅1比1图片的肖像画 然后呢 我们用Made Journey局部重绘的功能去重绘其中的一张图 以生成不同角度的面部的图片 那最后我们可以用这套方案生成的不同角度的人物的面部图 以用来训练这个Laura或者直接使用 好 大致的思路就是这样啊 那我们先复制一下这个作者给到的这个提示词的模板 那这段提示词呢 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同时呢 在我的推特上也转发了原作者的这篇推文 大家也可以阅读参考 好 我们进入Made Journey啊 然后斜杠Imagine 然后把这段提示词粘贴过来 好 然后它提示词中间的部分呢 是需要我们替换成自己的描述的 那我这边呢 简单的写了一个描述啊 戴红色帽子的亚洲女孩大眼睛 好 我们把这段描述来复制一下 粘贴过来替换掉 然后我们来回车看一下效果 好 图片已经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次出图的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并没有得到作者案例中给出的这两个面部的图片 那因为这个Made Journey的出图有不确定性啊 我们再来复制一下刚刚的提示 来重新提交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还是有这个面部重合的图片 但基本上这个图一 图二 图三 都是生成了这个有两张面部的 并且各占画幅一半的图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三号图片 来放大一下进行下一步的重绘操作 好 我们点击U3来把图片放大一下 那在图片放大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下方最右边的这个局部重绘的功能 来对图片的一半进行一个局部重绘 那还不了解这个功能的小伙伴啊 也可以看一下我这期视频 我在这期视频中对Made Journey局部重绘的功能做了详细的演示 好 我们进入这个局部重绘 然后我们选择下方的选框 把左边的这半张图片选中 好 然后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大佬给出的提示词啊 侧脸照片 我们来复制一下 加在下方提示词的最前方 最后的参数这里呢 我们需要写一个style 空格 row 那这个参数的目的呢 主要是用来控制我们的图片风格 不要太跑偏 关于这个参数的更多信息呢 大家也可以在Made Journey的官方文档中查看 那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之后啊 我们点击这个最右边的生成按钮来跑一张图看一下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通过局部重绘之后 左边的图片被画成了小女孩的侧脸图 但是这个帽子的风格被改变了 而且这个镜头也有一些拉远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 这一次呢 我们在描述中给它添加一个面部特写来试一下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那这个第四张图片感觉还可以啊 然后这个第三张图片生成的这个面部和我们右边的这个大小一样 那我们把这个U3和U4都来放大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U3的面部大小其实是我们想要的 那我们来局部重绘一下 来用这张图片加提示词切换一下角度 看能生成什么样的效果 好 我们在框选之后啊 提示词还是不变 然后点击生成 那U4这边呢 我们其实想要的是这个面部的角度 所以我们也用相同的操作再重绘一次 好 我们还是不改变这个提示词啊 来提交看一下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上面的这张呢 是根据U3重绘出来的四张图 然后下面是根据刚刚U4重绘出来的图片 那这个第二张 还有这个下面的第一张 效果都还可以 但是我还是想要一张更侧脸的图片啊 所以我们还是返回这个U3这张图 然后把提示词再修改一下 我们强调一下这个侧脸 好 然后把这个面部特写去掉来试一下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那我感觉这一次呢 图一和图二都还可以 美中不足呢 是图一的帽子上有一个蝴蝶结 不过这个可以后期用局部重绘去抠掉 好 那我们把这个图一也来放大一下 那之后呢 我又用图一去做这个重绘 刷了三次图 这是第一次出图的结果 然后这个是第二次我在提示词中去掉了最开始的go 那这是第二次的出图结果 然后这个第三次呢 我又把这个go加了回去 去掉了这个面部特写的提示词 但是这三次的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因为其实我这里想出的是不同角度的侧脸图 但是可以看到这三次的结果大多数还是正脸 于是呢 我又想到 能否把我们这张图片作为参考 一起在这个局部重绘中提交给MateJani 这样是否更有可能出这个侧脸图 那因为我不想要这个帽子顶部的蝴蝶结啊 于是我在图片处理工具里 把这个右边的图片放大了一下 这样呢 不但可以去掉这个蝴蝶结 也保证了左右图片脸部大小基本一致 好 然后我们将这张图片重新上传回discord 然后获取到这张图片的链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找到刚刚这张图片啊 点击局部重绘 在重绘的时候呢 加上我们刚刚图片的链接给MateJani参考 那我一共重绘了两次啊 这两次的区别呢就是第二次的时候 我在提示词中添加了面部特写这个提示词 可以看到这两次的结果 基本上MateJani重绘的出图都是小女孩的侧脸图 那如果是训练Laura的话啊 我觉得这两张图可用 然后这张图也可用 那我大概把刚刚这一套流程下来 可用的相似的图片来整理了一下 大概就得到这些图片 当然呢 我们重要的是学到这个出图的思路 然后就是通过刷图 可以得到不同角度的图片 或者在提示词中加入不同表情的关键词 以得到不同表情的女孩的图片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来演示一下 我在这个大神思路的基础上 结合Stable Diffusion那期生成面部的思路 摸索出一套升级版的方案 那相较于刚刚我们演示的这个出双图的思路啊 我个人认为我这个方案的出图的相似度和成图率会更高 当然呢 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了一点小小的升级 基础还是在于各位大神无私的分享 好 我们都知道啊 在Stable Diffusion做角色设计的那个视频中 我们是通过网格分割和谷格图 去控制绘制出不同面部的角度 那我就想啊 我们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思路 在Made Journey中实现 大概的思路呢 就是我们将这个素材的图片一起提交给Made Journey做参考 然后进行出图 那我大概试了一下啊 首先用这个谷格图是不行的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用谷格图的话 Made Journey的出图多多少少会带一些谷格图的影子 但是我们用网格分割图 让Made Journey参考绘制图片区域是可行的 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出图会带有网格 但是还是有一张可以做到画出这种四公格的图片的 好 那么有了这个四公格的图啊 我们就可以用刚刚局部重绘的思路去重绘不同的角度 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四公格图片的好处就是由于人物出现在图片中的次数增多 个人感觉重绘之后出图的人物相似度也会更大 还有就是出这四张图比出两张图稍微更有效率一些 好 那我们来实操一下啊 我们先开一个频道 然后把这个网格图来上传上去 好 然后我们来写一段描述 这一次呢 我们想生成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 戴有墨镜的3D的短发女孩 好 然后在写完描述之后呢 我们将刚刚这张图片的链接也加进来 方便这个madejani参考出图 好 然后我们回撤提交一下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图一和图三不是很理想 但是这个图二和图四两组图片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我这边就点击这个u2啊 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 进行重绘操作 好 我们在放大图片之后呢 进入局部重绘 首先我们把参考图的链接删掉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网格控制了 然后呢 我们重绘一下左下角这个区域 那我们给到一个正脸 看着镜头的关键词 好 粘贴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不同角度的提示词删掉 好 我们提交看一下结果 好 图片生成了兄弟们 但是好像这个变化不是很大 那我们再试一次啊 这次把这个赛博朋克风格的女孩的提示词提前 然后呢 加上这个style参数 最后干脆把这个下方重绘的区域给它画满 好 然后我们提交一下 ok 没问题啊 可以看到新生成的图片呢 U3是一张完美的正脸 虽然这个四公格变成了三格啊 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们来点击这个U3放大来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张U3的基础上 再来做一个重绘 我们想把左上角的这个图 也给它换一个角度啊 那还是一样 框选这张图片 我们这次呢 用抬头 也就是lookup来试一下 好 我们把提示词粘贴过来 然后呢 删减一下其他的词 好 我们点击图片来生成一下 那这里多说一句啊 就是我们这个提示词的删减 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则 其实我也是在用不同的提示词 包括用相同的提示词不同的位置去做测试 所以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操作就好 主要呢 还是理解我们这套思路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虽然这个人物没有向上看 但是作为不同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第三张图和第四张图都可以 那我们来点这个U3 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 这一次呢 我们还想生成一张更偏向侧脸的图片 那我们在框选了左上方的图片之后呢 把刚刚的lookup修改成这个侧脸的提示词 好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好 没有问题啊 新生成的图片中呢 我觉得这个第四张的效果最好 那我们点击这个U4来放大一下 好 那这个侧脸呢 基本上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那最后呢 我也把刚刚出图的一些 我觉得还可以的图片来整理了一下 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刷图得到更多的素材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对这个思路的掌握 好 那这一期呢 我们用两个案例和两种方法 演示了一下用Made Journey做角色设计 那最后还是要感谢这个国外的大佬 对思路无私的分享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属于高级教程啊 可能更注重这个思路的讲解 演示和操作上呢就会相对较快 那我频道里呢 有一系列Made Journey 从入门到精通的基础教程 有刚入门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在我的频道查看 或者在实操的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啊 随时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也会尽力的回复 那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小要的帮助呢 也请给我点一个小要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以后带来更多AI相关的视频 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